今日,从媒体最新披露的消息来看,澳大利亚派出了两艘扫雷舰,正向中国海域驶来,但是刚经过巴士海峡,澳军舰就立即掉头返航。 军事专家透露,澳军舰返航原因,是中国宣布取消在澳大利亚的进口订单,澳大利亚为缓和和中国的贸易关系,军舰自然不敢越雷池一步。 一,澳大利亚大力发展海军力量,据悉,澳大利亚作为大洋洲最大的一个国家,周边并没有国家能对其构成威胁,这也是得益于地理环境的优势。 作为全球独占一块大陆的国家,内陆隐患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因此澳大利八甲海军军事力量,据不完全统计,澳海军已经拥有了护卫舰、驱逐艇以及潜艇等搭型战舰。 数量更是高达60艘,而从澳方海军的规划来看,澳大利亚预计在2020年将海军战战斗力提升至全球成实名。 而澳,一旦将开培拉及主力战舰改成轻型航,澳海军的战斗力带有远超日本的出云极舰艇战斗力。 而澳美直指中国这个贸易伙伴成威胁,军事专家透露,澳大利亚的矿产、天然气、酒类、烂制品、乳制品等资源出口方面发展的势头也相当生猛。 而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,澳在中国也是专得盆满钵满,但是澳方却丝毫不顾忠,澳贸易关系平平暗地相助美国对中国出手。 而从澳美透露的消息来看,澳大利亚太过依赖中国市场,一旦中国开始抵制,澳方将损失惨重。 三,中非达成合作,澳方措手不及,军事专家指出,近年来澳大利亚因为对黄出口数量的暴增处处提高价格,其中旅途矿就将每吨价格提升200美元,这让中国钢铁企业痛苦不堪。 中国当然不会放纵澳大利亚平平坐地起家的态度,中国在2017年就和非洲各国坚属协议,非洲国家在受中国的帮助后,都国更是表示愿意将本地黄石开采权转交给中国。 中国在近几个月,接连水销澳高达数百亿的订单,对澳的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冲击,只能说澳大利亚完全是自作自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